编号位全给换了 过去几场的首发 左边的刘斌 右边的什么徐浩峰 他编号位老换 他一直不太满意 对 等于说纳萨里奥是个中场自由人 可以当个前腰或者影风用 就是阿奇姆峰一个人图前 对 官方还是给出了一个442的站位 好 这边的话 随着主裁判复明的一声哨响 您现在收看的是 我们一顾视频为您带来的 2024赛季中超联赛第13轮 合团队对上上海生花的比赛 看看生花队开场之后的脚球 14号谢鹏飞来主罚 后点 还有机会 右脚外脚背要直接打一脚 还用想法的一脚撩射 这打得不错 这个球被17号王金帅扑出 这场比赛王金帅是这个赛季的 第4次首发登场 这次投球向回顶啊 阿奇姆鹏在强点 吹了阿奇姆鹏的手球 你吹他背后推人这一下还是打手了 啊还真打手 吹的是黄瑞峰的手 真打手 直接打门 哦 这是守门员 黄有手啊 啊哈 13分钟的时间 生花队在客场取得了比分的领先 在他面前有个落地弹起 是不是 在自己面前有个落地弹起 这个球我们来看啊 这个坛地起来 双手 但这次传的太低了 但是另外你这个套路打三次啊 对手就知道我们防了 黄瑞峰这个回传啊 门将只能开大脚 来看看这次的纳萨里奥非常的机敏 阿兴鹏 四传飞出了大雅 大雅说我不想复制王金帅出现的错误啊 看一下啊 这阴差阳错的啊 这个球啊对落点的判断 再加上朱神杰是不是队友也没喊 他不大清楚纳三里奥 看他是不是有个分时段多战计划 这球大家全露了 2比0 这无锡抓机会的能力是真强 今天攻防两端 这两次真是啊 踢出了这个年龄的智慧 全都转了 我出错的时候你惩罚不了我 但你一出错 哎你看这个 这本身呢是马来来没领好 马来来没领好之后把河南队的后卫也给晃了 感觉就跟马来来一个高级助攻似的 故意一漏似的 其实如果不是无锡最后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射门 这个球都没有 对 无锡这个握射啊 一瞬之间啊 我一边踢着踢着我就回来了 我怎么舒服呢 嗯 那他里要 拿一下球进入射程了 左脚直接进射 然后转播镜头看上去球踢的挺靠谱的 以为要进了啊 但是你看他回来拿球之后什么效果 效果就好了 下次他再送个传球 对 这个射门估计偏的不是特别多 高天逸 直接挑身后 注意到马来来 都一个要拿右脚停 结果拿左脚打了 身后来球啊 身后来球 身后来球 左脚凌空直接打 还真挺 这打的 可以 真勾上 王上元 王上元 无锡 这地位挺有设计 直接打 能够调准准心啊 王上元 这个球啊 厉害 马纳法厉害了 马来来 看看马来来怎么做 怎么处理 都没抬头 在刚过中线那会儿 是 这个球慢动作该 给久一点 看看前面 马纳法的传球球员 他视野很开阔 空跑 但是这个马来来早点抬头 在第一下出球之间 观察一下能量的位置 这点打得不错 力量很浮 就是你敢跟我闷着踢 你知道结果一定对你有利吗 就那个突然之间 你出当来的时候 我再加速 自己打了 要打 进脚 能将的把球队封堵住了外围 调整 再来 又被挡了 大家踢同一种足球 对 这个传终落点是真好啊 这脚这弧线啊 让投球冲走的队员太舒服了 这非常接近得分啊 差那么一点点 是 又来 看看二点 同球接力 再来 还有没有机会 这都没打进 门前啊 河南队三连击 这威胁性 看这球啊 科威其先摆渡 这球 直接传 转向球门 纳萨利奥又拿到球 右脚 想给一个身攻 给过来的 东方的传球 控门匠 跟上去 控门打 没干涂出来了 哦 下不上这段时间的质量 内容甚至好过了 生花队啊 对 就像你说的 哥尔吉哥得明白 得让球过他脚 对 再看这球传的 哎呦 这球传的呀 我们说 那么生花呢 你看谢芳飞下去之后 当场上没有特杰拉 和阿玛兔的时候 他中场的控制能力 还是受到影响 对 得需要靠马纳法 这样的冲击出来的 冲出来的机会 路易斯打了 我脚打 哦 这就没压住 道理 既然我们中场 打得没那么细 我自己来解决问题 这杀伤力太强了 这一扣啊 路易斯做得不错 节奏感很好 又一个 哎 你看这老板 这样的话 比赛悬念结束 但是注意台湾举棋了 哎呦 老板 2点 抢得多机密 这个任意球战术 很明确啊 斜线打到远端 投球百度 但是这越位球呢 有这个VR介入的看一下 先传 看谁顶的 朱晨杰 如果路易斯点的话 路易斯是刚刚看了看中超联赛 最近十年啊 我没仔细查啊 没有过吧 最近十年 我看的是整赛季丢球最少的记录啊 就是咱们说十六支球队三十轮吧 啊 我们先看这球 好像是有一年的恒大的十六个球 就是升华今年 如果保持这个效率 是要成为中超级落 对 职业足球历史以来这个防守最好的球队 这叫已入后卫的打门 没发上力 对 那核酸队的话 是用完了所有的换人啊 文革换人 直接打 这边甩动作要抽上了 嗯 投球蹭这下也不错 撩一这下 哎呀 这今天马达法是伤了才换一下 投球 哎呦 进了进了 进了进了进了 我就是 高中位 高中风 现在他就是高中风 五分钟等于给咱们 给咱们这个加送了一个这个爆尾 是吧 虎头爆尾啊 别虎头舍尾 一遇这球 我就说这个中位 你想在这么一个呃 四连败的积分的绑尾的队伍里一个中位进了三个球 这个中位很棒啊 嗯 福明看表了 嗯 好 这是欧罗华 主菜万富明吹响的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最终的话啊 在下半场比赛 河南队呢 是实现了一个1比0的场上的比分 最终他们是1比2 输给了上海生花 好 好